全台巡回社滩的蔬食小夜市 日前再次来到普利镇 这次总共号召了15个摊位 希望让普利的民众也能够吃到不一样的蔬食料理 滩商表示会一起响应夜市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蔬食小夜市 让民众了解到吃素也能够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并且也透过来自全台不同地方的特色蔬食料理 让普利镇民了解到蔬食也可以很多元 我们的蔬食小夜市的团队 然后有觉得说这边推广蔬食是效果还不错 然后我们就从高雄再跑来这边 希望可以大家多多接受蔬食这一块 蔬食料理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最大的特色 就是把蔬食做得很不像蔬食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然后不像以前那种旧式的观念 蔬食就是有菜味 对对对就让他做得吃起来不像蔬食 县议员陈宇军感谢蔬食小夜市所有的摊商 为普利镇民带来了许多创新的蔬食料理 而近年来联合国也非常重视蔬食环保议题 希望民众能够共同来响应 一起爱护地球 那在这里要特别呼吁大家特别在疫情当中 那连联合国今年也都定定为是一个蔬食年 鼓励大家多吃蔬食少吃肉 可以为地球减碳 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把关 更可以拯救动物 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妈祖庙 促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市集 县议员林芳瑜表示 近年来民众普遍开始重视环境议题 而除了从自身的好习惯培养起之外 响应每周一日的蔬食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蔬食料理近年来透过许多青年朋友的改良 口感也都相当不错 希望民众有机会也能够来品尝 希望说从本身自己做起 能够减少一些污染 也好空气方面也好 能够借由我们的蔬食 蔬食一日救地球的这一个活动 其实蔬食的料理吃起来 你不会感觉说无肉的这种感觉 其实它是蛮可口的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副一长盘一全感谢蔬食小夜市团队的用心 多于环境议题 也希望民众能够共同来重视 除了随时能够爱护我们的生活周遭环境以外 也可以尝试来做一日的蔬食活动 一起环保爱地球 记者陈伟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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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